check的函数 check的函数在什么时候用的呢 注意啊 check的函数是在这 我们每次点购物车前面的复选框的时候 会去调用check这个函数 check做什么用 其实就是更新总价和cut ads 什么意思 每次选了前面的复选框 就把当前选中的 所有商品的总价复制给farm里面的这个变量 然后呢cut ads就是选中的 所有选中的购物车的一条记录的id 复制给它 然后呢我们提交的时候 我们提交的是这两个 一个total price和cut id 所以这里面看一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参数 cut id 还有什么 total price对吧 这是我们需要的两个 然后呢 数据放在哪啊 model里面对吧 那注意一下 这里面我们还需要什么信息 当前登录的人对吧 so let request 好这样呢 这个参数基本上是全了 然后呢我们来啊 看一下那这些参数都有了 我们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判断 对吧 我们看一下 string youtube 这里面我不用的是老三 一样的 只是在每个雷里面不太一样 两个都是工具类 看一下 意思 我们看一下cut ids 我们希望什么 他不为空 对吧 并且谁啊 下边也不能为空 对吧 价格呢 还要大于零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教研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id是怎么来的 id是字符串来的 对吧 我们要id转化一下 转化成什么 当然是转化成list 对吧 arrays as list 那好说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对吧 arrays as list 是这样吧 好 我们看这有个问题 cut ids是什么 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呢 这as list 出来的是什么 是个字符串 所以看 这是一个string类型的速度 转上list之后 是什么 不能变成l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一个映射 转化 怎么转化呢 大家想一下 放循环吗 不是 当然不是 我们已经用了 jtk8了 对吧 stream map 然后怎么做 我们需要把里面的每一个都转成l 对吧 都转成l 然后呢 收集起来 collect to list collect collector to list 对吧 这时候我们拿到了全部的id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仍然是要找到这个card的信息 当然这个有一个区别就是card是什么 我们是根据id来找的对吧 我们是根据id来找的对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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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ervice也很简单 如果是空就返回一个空 如果是空就返回一个空 如果非空呢 id在这个list里面 所以那块我们也略过 然后接下来我们找到id card对吧 id和card 那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们的结算页面显示的是什么 也是这个东西 那这回就好吧了 我们要做什么 找什么 找deals 对吧 找deals 好 我们看一下 dealservice.get deals deals 好 我们看一下用哪个 get deals for cart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叫get by sqid 对吧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是特别简单 就是根据sqid去查询 好 map文件呢 我们就不看了 那 接下来我们看 我们怎么拿到这个sqid 我们还是用这个 用什么 用cast 对吧 他做什么 stream 然后map操作 那这里面有doid 我们用doid也行 这次我们用sqid试一下 好 然后呢 什么 我们要复制给谁 对吧 看 这样就拿到了所有的sqid 我们根据这个再拿到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deal对吧 接下来是什么 我们要什么 和上面的一样 我们要它的map是吧 那map这个时候不是id了 所以base entity我们用到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大家想到了吗 那么我们看base entity里面怎么实现的 是通过这个来实现的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面怎么实现 我们要循环谁啊 处理deals对吧 然后呢 好 我们就不需要去new了 对吧 我们直接弄就行了 deal get谁啊 get skid 对吧 是不是这样就转出来了 我们skuidmap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我们做什么 然后我们做什么 就是这个了 对吧 我们把代码考过来 对吧 对吧 这个在这 我们用这个cut 这用什么 skuidmap 用cut get deal skuid 是吧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把这个放进来 对吧 好 这是解决了第一个cut的问题 第二个用什么 我们要有地址 对吧 我们把地址弄出来 那地址呢 就和用户有关了 我们把用户找出来 然后呢 get get by user id 注意下这个address 其实这个service也是特别简单 只有一句话 select by user id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mapper吧 好 我们看一下 select columns from address where use id 对吧 特别简单 只有一句话 好 我们拿到这个address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还是放到model里面对吧 好 这回页面是不是就够了 够了吗 还差一个 差谁呢 大家想一下 差价格了 我们要在页面上显示价格 对吧 这样是不是就全了 有购物车的信息 有地址 有价格 然后呢 这个页面上 再选择一下 谁呀 再选择一下 结算方式 就跳到结算页面了 对吧 就支付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进入结算页面 这是我们通过购物车 进入到结算页面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我们选择一个商品之后 直接去结算 也是setment 注意一下 这个里面 参数是谁呢 对吧 刚才我们看了 ur是什么 settlement sqid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的 request mapping 就是settlement 参数 sqid 那所以 这块是什么 pass variable sqid 同样 这里面还需要谁 request 我们要有用户的信息 数据放在哪 这个里面 对吧 好 返回到哪呢 返回到仍然是这个setment 那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setment里面需要什么 cast address 和total price 对吧 那么address 怎么来 注意一下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address 我们和上面用一样的方式 那么看 total price怎么来 total price是根据商品来的 对吧 根据商品来的 好 那么看 商品在哪 deo在哪 deo没有啊 但是我们有谁啊 我们有sqid对吧 get by sqid 当然我们前面也是需要一些判断 大家可以再去补充一下 然后有了deo了 我们还需要谁啊 还需要cut 对吧 我们为什么需要cut 因为我们在页面往页面放的 是这个鬼 是这个鬼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deal 对应一个cut 那cut在哪呢 对不起 数据库里面没有啊 对吧 那我们可以拥一个 cut里面需要什么 cut 我们摸认它是1 当然 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把页面那个数据啊 先点这个 就是把页面上后边的框里边点加减号增加或者减少那个数量取过来 也可以好 这里面我们先把它默认写成1 然后呢 deo id对吧 有deo了还差id吗 肯定不差 接下来是什么 deo sku id 对吧 sku id 有了 然后还需要什么 cut还有个user id user id在哪 那么我们把这个往上挪一下 这样就全了 对吧 这样就齐活了 好 好 这样齐活了 我们看 刚才我们说放的是这个东西 对吧 注意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我们没有一个cut dto cut deo 好 全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total price是谁啊 total price 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设置这个数量是1 所以我们的total price就是 deo的guestdeo price 对吧 当然如果我们这是从页面传过来的数量 这里呢就需要做一个乘法 是吧 好 我们还有一个cut 那么我们看啊 由于页面显示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个放在里面呢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的 这样呢 也是可以的 只是它循环的时候只有一个 就是它的那个数量呢是1 对吧 好 这样我们也完成了页面进入结算 对吧 选择商品 直接 结算 好 那刚才我们说了 说了什么 可以把页面的数量传过来 我们把这些都关掉 我们看一下 detail detail这个页面 注意 我们是用这种方式 那如果都传过来 我们怎么办 我们可以加一个GS的函数 对吧 注意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做 加一个GS的函数 然后呢 用这种方式 adjects7mit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去提交 对吧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 就留给大家去实现一下 好 以上呢 就是关于如何进入购物车 或者是直接选择商品 进入到 结算页面 那么进入到结算页面之后 接下来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付款 这一过程 对吧 那前面我们也说过 我们使用的是支付宝付款 对吧 那好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面 我们会介绍 如何集成支付宝的付款功能